两人缓缓靠近上千度炙热的熔炉 首领在看了他一眼后 毅然决然地做出了相同的动作 这正是百俄罗斯继承千年的入族仪式 而约翰想要再次回归家族 就必须和新任首领一起完成祭祀 随着两人相继将手臂贴上炙热的熔炉 剧痛的灼烧感顿时就将两人侵蚀 但随手臂从熔炉上振脱 一道血红的家族印记也被深深落下 约翰之所以要经历这种痛苦 就是为了挑战伯爵完成复仇 随后他让温斯顿拿着挑战书找到伯爵 起初伯爵根本不想搭理这种无理的单挑 但当他得知约翰不仅取得了家族承认 而且这种挑战还是高州会首领制定的铁律 根本无法拒绝时 伯爵虽然依旧面无表情 但其实内心已经慌得一批 温斯顿趁机说出了他们的条件 通过这次挑战 约翰将摆脱一切对高州会的义务 重新获得自由 而作为担保人的温斯顿也提出了自己的诉求 重新修建纽约的大陆酒店 修缮的一切费用由高州会承担 并且还要恢复他的身份和职位 但作为担保人 他的命运已经和约翰连在了一起 令了大家皆大欢喜 如果输了他们就要一起吃喜 第二天一早 约翰来到埃菲尔铁塔下 跟伯爵商谈决斗的时间地点和武器 双方已翻牌的点数大小决定结果 伯爵选择明天日出 约翰计划当场对决 结果因为点数比对方小 只能等到日出十分 决斗位置的点数约翰较大 他选择在圣星大教堂 第三局是最关键的武器 伯爵害怕约翰的枪法选择用刀剑 而约翰也二十三点成功确定武器为手枪 但此时伯爵却突然提出要求 他要让眼师傅替他决战 夜师傅听后当场拒绝 但最终伯爵用他女儿当作威胁 他只能被迫执行 公正人警告众人必须准时到达 超时就会被当作挑战失败当场处决 随着谈判的结束 挑战也正式进入了倒计时 夜幕降临 约翰来到了该帮的巴黎分舵 莫菲斯帮他准备了一套全新的防弹西装 以及一把全配九厘米附设手枪 检查完装备后 约翰告诉两位好友 等这次挑战成功后 他就去找份工作好好生活 莫菲斯听后说出 租房子找工作 上午八同城 很方便很便捷 另一边的伯爵也没闲着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如此天价足以让全城的杀手疯狂 他们拿出了最有良的猎杀装备 甚至还有专门针对防弹西装的龙锡枪 接下来整个巴黎都是一个巨大的狩猎场 莫菲斯通过地下河 将约翰紧可能送到离圣星唐进的位置 只是他才刚刚走上街道 就直接被杀手中心全城通报 周围的杀手们纷纷出现 一场街头机战正式大响 打斗中约翰成功躲过一辆汽车 可又有车辆再次袭来 约翰直接跳上车盖 这让自己站起 突然一辆车子直直向他撞来 骑身后他快速把枪反击 期间一人还想偷袭 直接被他一把抓住就发动汽车 只是在刚刚利用惯性将对方撞晕过去 又有一人从副驾驶冲出偷袭 危急之中他急忙发动倒车 利用某灯成功将敌人击落 可车辆才刚刚停下 就再次有人袭来 并在搏斗中打掉了他的武器 为了摆脱束缚 约翰只能再次驱车倒退 另一侧车门也被撞掉 在盛中看了一眼前方后 他将目标锁定在掉落的武器 然后快速启动汽车 弯腰躲避子弹的同时蒙大方向弹 顺利捡起手枪 接着加速朝圣新教堂赶去 但这一行动却再次被杀手中心实时公布 他们计划在凯旋门进行拦路解杀 此时已经有无数杀手驱车赶来 他们直接兵分两路 朝着凯旋门大转盘就形成合围之势 与此同时约翰也发现了一场 对面的胡子科进开车直直向他撞来 危急时刻他猛大方向盘先险避开 接着顺势调转车头开始了逆向行驶 可身后的敌人颈椎不舍 他直接一个原地掉头 然后快速拔出手枪将敌人瞬间击毙 虽然成功干掉了一名杀手 但眼下的形势却变得越来越胶着 前方更是有一对车辆展开疯狂攻击 情急之下 约翰急忙单手驾驶汽车完成飘移 另一只手控制武器展开反击 这让躲避不及的敌人当场去世 只是就在他包围众人不断攻击时 却不慎被侧面开来的汽车直接撞翻 剧烈撞击让他头晕目眩 就在他颤颤微微爬出汽车时 无数敌人一惊快速围了上来 约翰急忙用西装挡住头部展开反击 两枪身体一枪头 手法干净理所地解决了旁边的三人 身后的敌人还想偷袭 他快速打掉对方武器 暖击对方头部快速完成反杀 可就在他补枪时 一辆汽车突然使来再次将他撞飞出去 快速净身 卸掉武器的同时抹得将约翰人向时来的汽车 这一拴让约翰受伤不轻 好不容易强撑至爬起 又被对方按在车上一顿猛作 更是一脚将他踢翻在地 汽身后的约翰利用行驶的车辆 直接将他撞了个七昏八速晕死过去 然后捡起手枪快速逃跑 期间他利用路上击翅的快车 成功将追来的敌人全部干掉 逃跑途中恰巧解到了一辆摩托车 随后他骑上车子快速向目标驶去 随着约翰远离凯旋门 也预示着伯爵的狙击计划彻底失败 而此时约翰已经来到了教堂的山脚下 可在上山的必经之路上 一些聪明的杀手早已在此埋伏 约翰眼看前后夹击已经无路可逃 索性加大油门 直接把摩托车当武器丢了出去 然后用西装掩护头部边打边腿 躲进了一家正在施工的大楼之中 随着追击的敌人紧随而来 这场大楼内的大战也再次展开 这种漆黑狭小的场所 正是杀神约翰最擅长的领域 他犹如幽灵一样快速收割着所有的敌人 与此同时 紧随其后的小黑也开始了捣乱 他竟然帮着约翰击杀其他刺客 意识到不妙的伯爵交集地给小黑打去电话 可小黑却趁火大劫 要求他必须给自己加价到三亿 他才会帮忙击杀约翰 这气的伯爵一怒之下怒了一下 但一看时间对自己极其不利 再让约翰这么杀下去 自己也将受到威胁 于是他再次主动联系小黑 并答应了他的一切要求 而杀手中心也公布了悬赏金额增加的消息 顿时全程的杀手纷纷向大楼赶来 而约翰也在搏斗中 搅获了一把是十级神器龙吸枪 攻击力时阻害附加魔法伤害 显然真正的好戏才刚刚开始